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clinical trial之中呢 有48名患者他呢被随机分配到了新药组和安慰剂组 分别是28个人和20个人 那现在研究人员想看什么呢 他想知道新药是否影响患者的生存情况 那我们还想知道在控制了患者的年龄之后 新药是否影响患者的生存情况 我们还想知道年龄是不是患者生存情况的独立危险因素 那么今天我使用这个数据集呢和上节课是一样的 它都是这个patient survival in drug trial data 请大家在command line中输入web use drugtr 逗号clear 然后点击回车以后 如果屏幕上出现这样的画面就代表我们的数据导入成功了 那导入成功以后呢 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在上一节课中 第21讲Couplemark曲线和Logranc检验 这节课之中呢 我们已经进行过了数据的初步观测 以及呢教了大家如何将数据转化为生存数据的格式 那如果这小伙伴们呢没有看上一期的视频 或者说看了但是忘了 大家呢可以回去看一下8月31号我们的lecture21 今天呢我们就不会再次说了 那今天呢我们直接从Couplemark回归开始讲起 那好的那step1呢就是Couplemark回归 我们首先来看在哪能找到这个窗口菜单啊 它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statistics 底下有一个这个survival analysis 然后呢在regression models里面呢 选择Couplemark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点击以后呢会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这儿只需要输入independent variable 我们说呢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或者多个independent variable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输入结局变量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啊我们在上节课中 已经呢将数据转化为了survival data 我们进行过了stset 那我们在进行stset的时候呢 我们指定了终点事件 哪个是failure variable 我们指定了时间变量 哪个是time variable 所以说呢 θ已经知道你这个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了 什么是终点事件了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只需要告诉θ放入哪些x变量 就是可以的了 那在这儿呢 independent variable这里呢 我放入了drug 那我们想看drug和结局事件 也就是患者的生存时间是否是有关系的 我们点击OK 屏幕上出现这样的画面 那当然呢stata还是现在屏幕上打印出 背后所执行的代码 stcoxdrug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drug 它的hazard ratio呢 是0.1327581 然后90%之间区间呢 是0.056到0.314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hazard ratio 该怎么解释呢 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之中呢 drug它的beta值呢 指的是新药组终点事件 发生风险 是安危剂组的13.3% 95%之间区间是5.6%到31.4%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说 和安危剂组相比 新药组它发生终点事件的风险呢 降低了86.7% 然后90%之间区间呢 是68.6%到94.4% 这个解释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现在呢 我们想控制年龄 所以说呢 我们在independent variable这里呢 输入了drug和age两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还是点击OK 然后呢 屏幕上出现这样的画面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执行的代码是 stcoxdrugage 但是现在呢 不同的是 它现在有两行了 第一行是drug 第二行呢 是age 分别给出了一个hazard ratio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看drug的hazard ratio 0.1048772 在上一个例子之中呢 我们给大家解释了 这个hazard ratio该怎么interpret 那现在大家可以试一下自己 解释一下这个0.1048772 该怎么解释呢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那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呢 这个红色字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这个模型中 加入了患者的年龄 所以我们在这呢 要说 是在控制了患者的年龄之后 在控制了患者的年龄之后 新药组终点事件发生风险 是安危机组的10.5% 95% 执行区间是4.3%到25.6%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它降低了多少 在这呢 就不赘述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hazard ratio 是什么意思 这个1.120325 大家呢 也可以先试着自己想一下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值得注意的呢 还是这个红色字体的部分 我们说 在控制了治疗方法之后 在控制了治疗方法之后 患者年龄每增加1岁 发生终点事件 这个发生风险增加12.0% 95% 执行区间是4.1%到20.5%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在控制了治疗方法之后 患者年龄每增加1岁 发生终点事件的风险 是之前的 112.0% 那95%执行区间呢 就是104.1%到20.5% 讲完了窗口菜单的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代码操作 它的命令其实很简单 叫stcox var1 var2 var3 可以加入 无限的variable 然后呢 if in 这个条件判断 最后呢 是options 大家观察一下啊 这个第一个 它叫stcox 上节课我们说了 st开头的command 必须要在指定为 survival data之后 才可以使用 也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在 stset之后 才能使用任何 st开头的命令 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了 stsum stdescribe 和stslist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 stcox 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 我们现在不用指定 y变量 这个是因为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将数据转化为 survival data的时候 已经指定过 终点事件和时间变量了 所以在这儿 我们只需要告诉 stata哪个是x变量 var1是x变量 var2是x变量 var3也是x变量 我们只用告诉stata 哪个或者哪些 是x变量 就可以了 比如说例子 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 stcox drug age 当然你可以加更多的变量 你也可以只加drug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说 stcox drug age if age 小于50 那么我们就想看这个数据集里 年龄小于50的这帮人 他的这个survival analysis 好的 那进行完第一步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第二步 看看他是不是满足 cox回归 所需要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假定 也就是proportional hazard假定 在这儿我们简称为pH假定 那我们来看窗口菜单 是在这儿可以找到 还是在statistics 然后survival analysis 一些regression models 刚才我们选的是第一个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现在我们选择的是第二个 test proportional hazard assumption 我们点击第二个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post estimation statistics 也就是说 它呢 是必须要紧跟在 一个回归模型之后的 一个对于模型的评价和估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光标呢 已经在这儿了 proportional hazard assumption test based on Schoenfeld's residuals 这个呢 就是它默认的proportional hazard test 我们点击OK 屏幕上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首先是代码 estatphtest 然后呢 这个是test of 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p值是0.8064 那我们想知道 它的零假设是什么呢 它的零假设呀 是纳入cox回归模型的变量 满足pH假定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p值是大于0.05的 所以说呢 不能拒绝零假设 所以说呢 它是满足pH假定的 但是还是请大家注意 这个command estatphtest 这个呢 是一个post estimation command 它必须要紧跟在 cox回归之后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进行 你就直接输入了一个estatphtest 那stata呢 会给你报一个错 告诉你last estimates not found stata在你输入这个command的时候 就会去找 你的上一个这个cox回归在哪 找到了 然后来判定它是不是满足 但是如果没找到 那它呢 就会给你报错 r301是一个错误代码 那同理 如果你进行了cox回归 第一个 你又进行了一个cox回归 第二个 那estatphtest 它给你的结果呢 是你最后一次进行cox回归 那个模型的p值 你之前的呢 就被冲掉了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是通过图像来观测 变量是否满足proportional hazard 假定 那它还是在这个对话框里 在regression models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通过图像观测 变量是否满足pH假定 那我们还是在statistics 然后survival analysis regression models 里面选择graphically assess proportional hazard assumption 然后点击之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我们在这儿可以选择 independent variable 我们在这儿选择drug 然后呢 点击OK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根据drug等于0 和drug等于1 画出了一个loglogplot 在这个loglogplot之中呢 如果它两条线 是近乎平行的 那它呢 就满足pH假定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条线 是不是是近乎平行的 那我们还可以呢 在刚才的对话框里 勾上这个adjustestimate 然后呢 调整一个 或者多个变量 比如说在这儿 我们调整了一个变量 age 然后我们点击OK 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图像之中呢 和刚才其实是有一点点变化的 但是呢 变化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 在调整了患者的年龄之后 它这个drug 还是满足proportional hazard assumption的 那代码操作呢 刚才我们说 如果你要想看一个p值 是刚才的 estat空格phtest 那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说这个命令 必须要紧跟在cox回归命令之后 否则呢 stata不知道该去检验哪个回归的ph假定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想用图像来看 是否满足ph假定 它的代码呢 是stphplot 这是一个单词 中间没有空格 然后逗号 by 在这呢 你输入一个变量 然后在这呢 你可以adjust很多变量 这是一个var list 你可以输入var3 var4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 var1是自变量的名字 var2是西蒙控制的变量 注意呢 这个命令 不一定要紧跟在cox回归之后 你可以在一开始 就输入这个命令 也可以呢 在任何一个位置 输入这个命令 比如说刚才我们的例子中 stphplot by drugadjustage 就是呢 调整了患者的年龄之后 看drug等于1 和drug等于0 这两个组 是不是满足ph假定 那最后小伙伴们 可能特别关心的就是 如果不满足ph假定 该怎么办 这个呢 其实在研究中呢 有的时候是会发生的 但是其实我们一般说呀 只要这个两组的 生存曲线的趋势是一致的 不明显发生交叉 那我们就可以说 ph假定呢 是近乎成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反例 在这个图像之中呢 这两条线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线 和红色线 它是明显交叉的 而且这个趋势呢 是显著不同的 在这呢 ph假定就是不成立的 那如果不成立的情况下呢 该怎么办呢 那第一种呢 方法就是 你可以加上一个时间 和暴露 比如说在刚才的例子中 这个暴露就是 drug等于0 和drug等于1 它就是一个exposure 我们可以加上 时间和暴露的交互相 也就是一个 interaction term 放在模型中呢 就是我们生成一个 新的变量 它呢 等于time 乘以exposure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入模型中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看药物在不同时间的作用效果 放松这个ph假定 当然呢 更简单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的某些时间段 是满足比例风险假定的 比如说 哎 你可以0到30 这个时间段不满足 但是0到10 10到20 和大于20 是分别满足的 那么我们可以呢 对于不同时间段 进行分别分析 当然呢 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参数 这种生存分析的模型 在Stata之中呢 它的command是 istrag 进行参数 生存分析 在这呢 我们就不进行 详细展开了 最后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 Stata小课堂 欢迎大家扫一扫 屏幕右方的二维码 关注一卡会 微信公众号 我是Brian 下周晚8点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